北京时间3日凌晨3点,欧冠小组散继续进行,曼联将在主场迎战巴伦西亚,此前曼联分比零几百年轻人暂军榜首, 阿伦西亚则是0-2不敌游轮暂未取分,曼联VS阿伦西亚如今的曼联可谓风雨飘摇,球队开局3胜1平时不止击10分,创下1989-1990赛季以来最差战绩,球队近期更是迎来一波连续分场不胜,如果此前占平狼队和德比俊还可以理解的话, 那么上轮课场1比3完败给铁锤帮的比赛实在惨不忍睹,球队半场就0比2落后,全场表现碌碌无为毫无斗志, 牧帅和伯格巴和毛队已经完全公开,管理层也遭到球迷质疑,如果今晚曼联在杜报呢无法战胜巴伦西亚, 牧帅恐怕真的前途微卜,蝙蝠军团巴伦西亚近期联赛一胜两平,上场比赛1比0小胜皇家社会,巴伦西亚欧挂分组命运不佳,与曼联和尤恩同聚一组, 出现前景一度被砍衰,首场比赛更是完败给尤恩,不过如今曼联正出多事之秋,巴伦西亚未必就毫无胜散, 如果球队今晚曼联击败曼联并在最后一轮中击败年轻人,仍有出现可能,球队应该不会放弃这种机会, 比分,比1到0最被支持从尽彩官方开出的比分赔利卡,今晚球队1比0小胜或者1比1占平的赔率最低, 均为1赔6.5令,其次则是主场2比0或者2比1小胜,曼联虽然名气非常大, 但在比分赔率上,做出的任务并不大,1到1平局比分赔率偏低, 同时机构对曼联1比0小胜,也进行了重变防守, 以曼联目前的状态来说,球队恐怕也不具备大胜的实力和状态, 综上,今晚曼联志多一球小胜,尽菜球员推荐巴伦西亚加一网易彩票阿辉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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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